处女膜是什么 竹温医生特要专家程柏如 西安市中心医院妇科主人医师 处女膜其实说的就是比较神秘 实际上我们知道女人 上帝造就了女人就有一个阴道 阴道是我们女人的一个最私密的地方 它上面通向我们的子宫盆腔 下面和外界相通 但这个阴道这个到底外阴的口 它就有一层薄膜 但它有这层薄膜阴道这个裂口 通向外口这个我们叫处女膜 为什么叫处女膜 它是一层膜 我们正常知道我们一般的人体 比方是钢磨 要到它最外边一层是皮肤 但是这个处女膜就是 我们女人的阴道保护的最外边一层 我们叫大阴存 里边是小阴存 小阴存里边我们叫处女膜 就是这里边的阴道那层通向外一层膜 我们把它叫处女膜 就像我们的口腔里面的黏膜一样 它很脆弱 所以在第一次 它不像皮肤 它像第一次性生活以后 它就可能会烂 会出血 这就是所谓的处女膜 每一个女人当然都有这种膜 但是这种 这个膜的形态是千姿百姿 因人 各异 有脖 有厚 有大 有小 有花抱型的 有三角型的 有圆形的 有非常肥厚的 个人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